大家都知道 我們的民氣其實比不上韓國瑜 也比不上黃珊珊 比不上黃國昌 但這就是民主進步黨最重要的價值 從1996年以來 民主進步黨一直都是把 社會福利跟社會公平放在最前面 但是像國民黨民眾黨 就是把有名的人放在最前面 然後讓你覺得說 就投一個有名的人就好 有名的人的專業在哪裡 是用膝蓋走路嗎 是聲音嗓門比較大嗎 對國民黨不知道 或者民眾黨也不知道 要怎麼批評我們的政策 所以他們選擇了一條路 就是他們並沒有做監督政府這條路 他們是用抹黑的方式 用造謠的方式 不斷地攻擊現在的政府 各位鄉親大家好 大家晚安 我是民進黨這一次不分區的候選人 沈柏陽 那大家應該知道 國民黨的不分區第一名是誰 韓國瑜第二名呢 柯智恩 那民眾黨的第一名是誰 黃珊珊第二名黃國昌 所以都是很有名的人嘛 大家應該都有聽過對不對 那我再問大家一次 那民進黨不分區的第一名是誰 因為請老師嘛對不對 現在大家知道了嘛 那第二名呢 就再下我喔 大家都知道 我們的民氣其實比不上韓國瑜 也比不上黃珊珊 比不上黃國昌 但這就是民主進步黨最重要的價值 從1996年以來 民主進步黨一直都是把社會福利 跟社會公平放在最前面 因為他知道 如果要跟人民站在一起 這些專業 社會的福利 社會的正義才是最重要的 大家說對不對 但是像國民黨 民眾黨 就是把有名的人放在最前面 然後讓你覺得說 頭一個有名的人就好 有名的人的專業在哪裡 是用膝蓋走路嗎 是聲音嗓門比較大嗎 所以大家要知道不分區的意義 在於要保護弱勢 在於要做全國性的議題 大家看看民主進步黨的名單 剛剛的月勤老師有兒童福利 我們還有兒童公園 有資訊安全 有環保 有中小企業代表 有交通安全 醫師代表 律師代表 文化界的代表 還有球評 還有體育改革 請問民進黨的部分區名單 漂不漂亮 所以 我們一定要堅持這樣的價值 我們要讓大家知道 把專業的人排在這一個政黨名單上的政黨 才是我們應該支持的政黨 如果各位把票蓋給國民黨 蓋給民眾黨 你就是告訴以後所有的政黨 我放個有名的人就可以結束了 我們的立法院就不需要專業了 這個絕對不是我們台灣要的未來 大家說對不對 而且大家不要忘記 韓國瑜剛剛非凡才講過 他進過香港的中聯辦 黃國昌 在大同有中資疑雲的時候 是市場派當時要來進入大同的獨董 這些人沒有把國家安全放在眼裡 甚至把國家安全當作兒戲 所以如果我們把票蓋給這些政黨 那其實我們就是引狼入市 我們就等於是讓共產黨的手可以伸到台灣來 如果共產黨的手伸到我們的地方 伸到我們的政黨票的名單 那我們的國會 我們還有辦法繼續研發我們的潛艦嗎 潛艦國民黨的不分區名單 陳永康說我們至少需要八艘以上 甚至十四艘的潛艦 但是大家看看馬文軍 看看江啟成 他們都是第一線阻擋我們軍購案的國民黨的立委 所以如果我們的國會沒有辦法過半 我們讓中國的勢力進來 那麼我們就是把整個台灣的國防降低 這個絕對不是我們要的 大家說對不對 所以拜託大家 一票都不要蓋給國民黨跟民眾黨 因為這個樣子 我們的國會絕對沒有辦法過半 國會沒有過半會有很多事情的 我們的黑金會重新進入到我們的立委 我們剛剛講的不只是潛艦 我們的戰鬥機也沒有辦法做繼續的研發 我們現在做的長照要進入到2.0 沒有辦法繼續 我們對兒童的照護 我們0到6歲國家養的政策 也沒有辦法延續 我們地方的基礎建設也沒有辦法繼續做 民主進步黨這八年以來 好不容易結交了那麼多的朋友 好不容易通過那麼多的預算 去做這些基礎建設 如果把票蓋給國民黨民眾黨 我們沒有辦法延續這些政策的話 我們就會倒退到八年前 這個八年前會是大家想要的未來嗎 不要忘記八年前的台灣 我們的經濟倒退 我們的國防是門戶洞開 我們大量的間諜進入台灣 大家知道在這個八年前 我們的國安人員全部從中國叫回來 為什麼 因為說兩岸要和平發展 從那時候開始 我們再也無法掌握中國的情報 所以如果我們讓這些事情再延續 如果我們再回到八年前 全世界的朋友不跟我們 全世界的盟友不跟我們交朋友的狀況 那麼我們就沒有辦法延續台灣真正的未來 因為大家要知道 民主進步黨這八年以來 做了那麼多的事情 通過了那麼多的預算 光是上一個會期通過了136個法案 這些法案通過需要國會過半 但是對國民黨不知道 或者民眾黨也不知道要怎麼批評我們的政策 所以他們選擇了一條路 就是他們並沒有做監督政府這條路 他們是用抹黑的方式 用造謠的方式 不斷地攻擊現在的政府 說真的 台灣從以前到現在 黑函的攻擊 謠言的攻擊 台灣人沒有再怕的 但是大家要知道 現在又多了一個政黨 開始加入抹黑我們的行列 大家知道是什麼政黨嗎 共產黨嘛 所以國民黨民眾黨就會偷懶啊 反正我只要造謠 共產黨就幫我放大 我只要抹黑 共產黨就幫我放大 那我何必要監督政府 我造謠不就好了嗎 所以我就造謠說我們政府貪污 造謠說我們現在治安敗壞 造謠說民眾黨 民進黨不照顧社會的弱勢 講一次講兩次沒有用 講一百萬次就會有用 目前中國現在 一天是上傳兩百個頻道 在抹黑我們的政府 如果我們今天沒有辦法 擋下這個鋪天蓋地的攻擊 那麼就會越來越多的人都認為 我們要跟中國站在一起 我們要厭惡美國 我們認為日本在霸凌我們 這個就是中國要傳遞給我們的消息 請問這個應不應該要擋下來 但是我們自己有辦法擋下來嗎 我們擋不下來嘛 我們需要的是世界的盟友 我們其實也需要Google 也需要Facebook 他們才能夠幫我們把數位平台上面的資訊擋下嘛 所以這八年以來 我們跟世界各國 跟民主同盟的世界交朋友 我們是一個海洋的國家 我們北邊 我們南邊 我們東邊有那麼多的朋友 我們為什麼要把雞蛋放在同一個籠子裡 我們為什麼要重啟福嗎 我們為什麼要變成香港 我們的股市需要回到香港現在的 橫生指數的狀況嗎 這個都不是我們要的未來嘛 所以拜託大家 如果我們今天要延續我們現在台灣的氣勢 我們要能夠抵擋獨裁世界的入侵 我們必須要繼續走向世界 因此我們必須要能夠堅持 我們二號的總統候選人 誰 戴清德 蕭美琴對不對 再來 我們地方上 我們一定要能夠有人能夠為我們爭取預算 真正的在地服務 專業 年輕的人才進入國會 我們不能夠讓黑金再回到這裡 大家要知道選舉最後總是決戰中台灣 苗栗 台中 南投 彰化 都是選舉的關鍵 我們不要再讓苗栗輸掉大雙好不好 我們讓曾文學跟康世民進入國會好不好 我們讓榮耀再回歸苗栗好不好 好 所以拜託大家支持我們在地的立法委員的候選人 以及讓我們專業的人才 年輕的人才能夠進入國會 為大家服務 請大家記得政黨票 幾號 六號 民主進步黨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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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我們的沈維洋老師 剛好 台中有糖豆 你剛好 謝謝 謝謝 謝謝